花莲县政府在日出香榭大道举行 亲近亲近美花莲环保扫街活动 县长徐正卫和立委傅坤奇 还有多位的县议员以及环保志工大队 特别带领着超过500位的环保志工 在香榭日出大道、重庆市场 还有东大门夜市周边及南滨海岸 来进行扫街浸滩活动 这一次总共清除有300多公斤的垃圾 11月12日一早,县的徐正卫到达活动现场 县市和全省500名环保志工们握手致意 来感谢大家维护花莲好山好水的努力 花莲县环境保护局并且在香榭大道举办 亲近美花莲环保扫街活动 县长徐正卫、立委傅坤奇、县议员吴东森、林哲斯 环保志工大队大队长、陈志宽以及各中座队长 和环保志工们在日出上些大道、重庆市场、东大门夜市周边 以及南滨海岸进行扫街浸滩活动 就是希望我们北中南一起让我们成为东台湾守护环境最好的一个城市 尤其是永续是花莲的日常 不论是环境的保护 其实环境的保护它有很深层的意义就在我们的生物多样性 所以今天分四个区域对不对 我们有我们的日出大道对不对 还有我们的这个重庆市场 另外太平洋公园的海岸线还有一个呢 东大门夜市 东大门夜市 所以在这里真会感谢大家 行务团队期盼以亲身实践的方式 藉由环保兼兵带领兵分三队 率领各参与志工团体 进行街道环境扫街以及垃圾景色的工作 例行环境教育 宣示对花莲环境的关心 一起守护舒适宜居的美花莲 记者金红义 欢迎视频道